对话留言 后来大家知道就是 不管你使用不使用都要收费的 他收钱了就对我有损失了嘛 怎么没有损失了 我没有必要用那种留言信箱 我整天有人家家了 你不留言 那就是收的电脑赞同费 两毛钱 他这样的规定 要是留了言 就收五毛钱 他报上登用 就是市邮电局负责人说 留不留言都收费 我们是家里面的电话 用这个聊言的话 但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没有用处 因为怎么样呢 我们家里面 就有争议的科士米尔问题 印巴之间炮声不断 争讨不休 由于大县临近 印度政坛上的各派人物 本周纷纷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 要求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 打到巴控区 与印度相比 巴基斯坦方面表现得更为冷静与克制 巴总理谢里夫在视察了前线之后 批评是印度是冲突向战争方面演化 这正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印巴冲突会不会演变为一场全面战争 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 曾在一个月前的大选中 被巴拉克抢进了风头 本周再次引人瞩目 在权力即将交接之际 他没有通知巴拉克 就下令通宵轰炸黎巴嫩 造成八人死亡 数千万财产损失 这样一个棘手的事件 对当选总理巴拉克来说 不知是福还是货 比利时鸡肉 美国可口可乐 法国葡萄酒 三桩食品污染案 让大西洋两岸头疼不已 在北京时间 今天凌晨进行的 第三届世界杯女组比赛中 中国队以3比1 战胜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 澳大利亚队 以三战全胜列小组第一的成绩 进军八强 这场比赛 在纽约巨人体育场进行 论实力 中国队明显技高一筹 而澳大利亚队开场不久 因严重犯规被罚下一人 战至第39分钟时 中国队的孙文 投球射门成功 坚持打边路的中国队 在下半场第51分钟时 由孙文再入一球 这也是他在本届比赛上的 第五个入球 目前与巴西队的西西 并列射手榜首位 此后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 各入一球 中国队最终以3比1获胜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中国队将迎战俄罗斯队 该队今天以4比1战胜加拿大队后 列C组的第二位 与中国队同在D组的瑞典队 今天以2比0战胜加拿大队后 列小组第二位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他们将遇到C组的第一名 挪威队 挪威队今天以4比0击败了日本队后 也是三战全胜 这是中央台记者从美国发回的报道 瑞士国际女排精英赛北京时间 今天凌晨进行了两场半决赛 中国队在以22比25先师一局的情况下 连班三局 最终以3比1战胜意大利队进入决赛 另外一支禁驴古巴队也以3比1 战胜巴西队晋级决赛 全国足球甲义联赛今晚结束了 第12轮的7场比赛 上海山花队战胜广州松日队之后 首次登上积分榜的首位 北京国安队主场同大连万达石德队的比赛 在设施37度的高温下进行 比赛进行到第20分钟时 国安队20号南方利用投球率先敲开了万达队的大门 下半场第80分钟 王涛把握住机会将比分翻平 这也是王涛本赛季的第一个入球 比赛进行到商庭捕食 又是南方再度扮演万达克星的角色 第二次将比分超出 最终国安队主场以2比1 艰难战胜大连队 辽宁辅顺队和四川全新狼球队 在联赛开始阶段曾火爆一时 本轮这两支球队的比赛也格外引人关注 开场仅5分钟 辽宁队的白广海在屈胜青的协助下率先破门 第66分钟时 屈胜青又抓住机会将比分扩大为 2比0 四川队只是由摇下在74分钟时打入一球 最终四川队以1比2不敌辽宁队 拱手让出了积分榜首的位置 本轮其他几场比赛结果是 山东鲁能泰山队1比0战胜沈阳海师队 吉林敖冬队1比0战胜武汉红桃K队 上海深花队2比1战胜广州松日队 重庆龙新队0比0战平 深圳平安队 天津泰达对1比0胜青岛海牛队 本轮战败 本轮战败